老师来浇水 要浇这么多才行 它的根很深 如果说表面的话 太阳一晒 上午就没了 这个树看起来死了 实际上是活的 实际上就完全弹出来了 它会再活过来 这就差了 要往下面 再往下 糟了 完了 没有完 还可以 这么多蚂蚁 是吧 蚂蚁吗 下面有虫 它忍不住 太差了 干活是不干活 干活不对 这边来 这也出来了 对 出来了就 这样子 再往中 好 这也要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个好 两个 这不错 给孩子换 还是一点点 太长了 是它长得不好 它应该长短一点 不赖我 不赖我 行 行 好 对 我正在读这个 惭愧 我说我跟他们说我读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我的童年都消失了 被偷走了一样 我都记不住这些事情了 对啊 一定要找回来 对找回来 您帮我找回来呗 一定要找回来 我也是找 我也找 一辈子都在找 真的 我特别想说这句话 您坐会儿 您坐会儿呗 没法说 你一辈子 你想做自己 真的还不容易 有些人 有时候碰到我的时候就 他怎么这么像小孩 就是说很离喜形于色的那样的 忘形多开心的 我想听一个忘形 对啊 我就是容易忘形的 得意忘形的 得意忘形也不是什么缺点吧 但是我自己就原谅自己 自我原谅很重要 因为挺好啊 我就是喜欢我自己这样 这个是我的本性中间有 我自小我打小 就不喜欢随人 不随人 后来我看到有一个画家 把不随人放得很大 我就是觉得 哦 不随人原来不是不好的 这个院子好舒服 你那住了多久了 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 从他来的时候我就退休 那些疼都是我在的 是吗 但是人家看到我擦就很奇怪 这老头 这老太在干嘛 就我擦完了 他就把它扯掉了 你看他晚上窗啊 窗到那个位置了 又掉下来 你看有一个痕迹 看到没有 看到了 他全部垮 很聪明啊 他就把大楼给裹起来 像很多老百姓 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 我就学他们就好了 生生不息的 到处漫延 就是愣 你看上 你看往上看到都是绿色的生命栗 其实下面都是枯黄的 对 他下面都是这个样子 他总能找到一点依托 你看 他找到这个树 这个结构 它还是很厉害的 你说这些树吧 这树当年栽的时候 就有些不合适的 那些树都死了 死了怎么办呢 就把它剧掉了 整个剧掉了 剧掉了 但是我就带你去看剧掉了的树 剧断的 剧断的 十几年的时间才把它包成这个样子 全部伤痕包起来 看上去完全直了 你看不出那颗 我手指到前面那颗 那颗也是 完全是直的 你看它有一个痕迹 它是不是剧做重新长的吗 对 它就是这样 我记录了 我的笔记本里 我要看这个 太惊人了 这个 对 这么直 是这里断的 不是 还没这么多呢 这 对 这里断的 哇 这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当年那些老太坐在这里的时候 还年轻老太们 就把这个地方 剧断的地方放杯子 放保温杯 保温杯 在这喝茶 就在那修闲子那 我心里还蛮伤心的 我也是心事不欲对人言 你根本不知道想什么的事情 都藏在心里面去了 是看不出这些伤口的痕迹好 还是看得出好 看得出对他人来说 会很伤感 树也不乐意 树的本能就是把自己长直 我跟他 我摸摸他我就有力气 拥抱一下他我也有力气 我也抱一下 赶紧就有力气 他真的有力气 真的有力气 你们都能留抱一下吧 有力气当时 他能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我佩服 佩服 看这台里就是你踩那种 被摧毁的都使我更强大是吧 哇 这么直 那么直 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笔记本了 我最好看谈不上 还不是这个 我来翻翻这个 好 你翻 太有意思 你是每天都写吗 每天都搞不过来 但是一想要搞的时候呢 其他都让步 我一定要找到他你要出来啊 这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去别人家里 翻别人书柜的感觉 特别开心 是 翻书柜很好玩 嗯 九 九五 九一 哇 咱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嘛 这不好看啊 好看 什么都不好看了 愁死了 愁死了 看你写这段 跟小孩子相处会让我看到我的童年 借着跟我身边的孩子 我有机会重返童年 你看 这是 九一 九二 九三 这是最早的 最早的 嗯 等于这是开始画的第一个 哎 两个脚丫子 乱来的嘛 嗯 这画的是谁 这是我女儿 一束花和她的支撑物 我看她我都看不起了 注意她和不注意她 她都是这个样子 是 是 是 你看那时候你就表明心境了呀 是 是 是 你就是你自己啊 是吗 我在我乡下就是这个心情 嗯 都我 我 我 我可能就是童年 您做呗 童年教会了我这个 嗯 看这个童年的这个部分 真 真角 气象 买坡 买坡 嗯 我这是单针脚在这里缝 我跟我外婆学会了做袜子 做袜子 嗯 做鞋底 都会 都会 都是外婆教的 我外婆会这么多 什么都会 对 什么都会 我追求粗草 嗯 把笔磨成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样做鞋 这是我 两股麻 隔成一个马线 这用来做鞋底 这个整个过程 那个马线再泡在水桶里面 嗯 都是我记忆里面的东西 它这些都在这些小事情里面 你看 我就为了 为了 把那个 就用食物来贴着这身 然后把我那个鞋样 一个个摆在上面 画出来 嗯 然后剪下来 整个过程我都要把它搞出来 所以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日常 嗯 做学理的 现在都失传了一样 然后 然后日常的那个 那个歌谣啊 就这么来了嘛 嗯 一不耽误做活 嗯 怎么怎么 当时歌谣怎么唱啊 这个包子 然后告诉你 包子这么大 嗯 卷子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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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叶这么宽 看 看 事儿容易 做事儿难 就教了 哇 很难我这儿做的跟不上我这个 看事儿容易做事儿难 弄做事儿难 完了 跟不上 就就就就 哦 这我小时候弄过 兔子狼这个是吧 兔子狼 然后就是 楼山山谷国营菩萨来搽救 就这样做的 哇 这个好难 楼山山谷国营菩萨来搽救 嗯 地下三匹伯妈来搽操 嗯 长子和矮子 你看小子是矮子 是长子 长子的矮子在打家 嗯 嗯 王婆婆出来骂一骂 她管事儿了 那个小孩的童养虚 掉到床底下去了 嗯 这是奇怪的事情 嗯 她在那里叫要吃 嗯 就咕咕咕咕咕咕咕 要反敲 她把那个丹严的这种奇怪事儿交出来了 嗯 这时候我去琢磨她 嗯 我觉得她全都交了 嗯 她的故事有很多了 我不耽误你时间了 您说两个没事 哦 她没 外婆就是 肯担当的 非常有主见 有能力是吧 戏文里面唱的 嗯 舞台上演的 姐妹一嫁 嗯 她就是替姐代嫁 哇 她姐也不愿意嫁给我外公 她嫁了 她就嫁穷 她必须嫁了 自己 才用彩礼 嫁姐姐 嗯 哇 这女人做的这个样子 我外婆大气得很 嗯 您举一两个例子 当时外婆什么事情特别鼓励您 哦 对说 比方 比方说 嗯 她人吃苦 她长得那么好看 嗯 她敢抛头露面 嗯 就干什么呀 把那个家里的那个布啊 嗯 塞那个时候没不像大染房张玉毛拍的那种 嗯 好漂亮 红的 那个我外婆塞那个染布 就在麻石 虎衙门 嗯 前面自己就 就黄兴路那一带吧 嗯 对 虎衙门那边塞布 对 塞布呢 嗯 她对手在那儿 手在那儿没有饭吃啊 啊 怎么办 她口袋里揣几个蚕豆 嗯 实在饿了 鸡肠鹿鹿的 就 吃两个豆 嗯 就完了 所以这个您学会了 我学会了 哎你发现了 你真是的 我在我就是我害少 对 我上课的时候苦日子 我鸡肠 我这想我自个儿都听见 嗯 太羞食了 那时候说 嗯 我也学我外婆了 嗯 就实在是到第三节课的时候 我有一颗豆 磨 放在含化了 慢慢磨 有一颗两颗就够了 嗯 就不会叫我 她不叫就解决问题了吧 忍机可以啊 就不要瞎 嗯 我我就是 这不是教的吗 所以从外婆这个智慧 真的很很很直接啊 好多很直接 对 她很多都很直接地给我 也太可爱了 嗯 没有人 没人传这个灯 嗯 就没有这种外婆了 对 消失了 可怜不可惜了 太可惜了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不回忆童年才有 对 您要把这个重新构造出来 嗯 我得把童年和我现在接起来 记录起来 我去听一下 随便的 可以分析了 我给你 你 不也能把你 受到什么 那些人 你不可以 我会想起来 你不可以 我会想起来了 你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育成功归功于图画书 就是在图画课堂里用图画书做了教材 艺术家表现出来的话是这样的 写天又有色情 又完全不是写真 对 它不一样 跟看卡通不一样 跟咱们这些书哪能一样 这哪能一样 这是我拿出来批评自己的 对不对 我们觉得小孩就会喜欢这样的 这是啥 你这个都是一样的娃娃脸 一个红颜色绿颜色 然后对颜色也低估他们 你得给最好的颜色给他们看 你如果看过了这样的绘本 你会看这个吗 你不用说话 一句话也不说 这两本绘本最好 这就是审美趣味 就慢慢地就会提高 就是调动你的感觉 你去看它 你像我的一个小孙子 看那个日本编的书 它没有主人翁的全身 就是一双脚丫子 脚丫子在外边走 然后走到有一窝水 它弹过去 继续走 它的画面就都在脚椅下 压低 你是不是儿童的观念 那么我的孙子看到这个镜头 他根本就 他老是要看这一本 他老是要我找出来 他不会说话 我就打开看 他马上他的脚丫子 就直接踩到我书上 他碰水 糖水 他们简单的书女说 有奢侈吧 又简单 有奢侈 我觉得这个好 但是我们还是 我们家长的认识就是 这种东西一定要是学习的 我就希望家长 能把自己艺术起来 胃口好起来 爱孩子的 往生里爱 你说的点太对了 其实内在的是 其实我没有爱的能力的 你对爱很简单化 你的爱是小孩子要 只有一个单一的标准 诗教最高境界是 无教而教 就是说你在做 他在跟 在日常中间就交付清楚了 生活智慧的东西在里面 几千年代的文明 就是这样流动的 他说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不好意思 我也经常是你这样 我的嗓子不行 我平时没事 就最近这几天太烦了 他是很辛苦的说话 那我是用最初的这种东西 叫陈皮是吧 陈皮 他就润了 润了以后 他就脱异很多 他刺激我 慢慢来 坐 你们坐 休息会儿 这家里人最喜欢的部分哪里啊 我喜欢我的阳台 阳台 然后我每天看到他 花开 情绪很好 我不比好多 动人春色 不许多 我开心 我为了得开心 而且常有奇遇 你想想要的东西 他突然跳出来了 您最近的奇遇是什么 我啊 我不能说吧 不能说 我说出来了 我怕他跑了 你真的很好 真的啊 偷偷说 偷偷说 不让你听到 不要让你露音 我 我一躲到云 在我窗口 就在那个窗口 坐在那个窗口 我说哎呀 这一躲躲云 多好看啊 我说 我可不可以试试它 试个什么味道 我就把脚 从窗口伸出去 我发现它很结实 它踩踩踩踩是吗 对 我就出去了 我的脚的脚心 就有一个托 一块一躲躲的云 可以在云上踩 你说这个梦 愉快得很 愉快得很 我的那个梦再也没有了 再也没有 就梦了那一次 哇 这什么感觉 还飞翔的感觉 你就有吗 没有梦 我梦要飞 就飞 飞啊 还要飞 那什么感觉啊 那什么 太棒了 你就是 你飞 你现在疑惑 这下面是悬崖 这下去写得了不 这身体它不由你 它就这样 像飞机的呀 超人的你这个是 你下面好像就是 就是旷野 它就是 我画的那个小孩 你看我为什么画 人是这样飞 它就没有翅膀 不要接住什么东西 它就飞 还有走迷宫呢 迷宫很可怕 我还要告诉你 走迷宫就最苦 你说我的迷宫多苦 我一个晚上梦到天亮 我累死了 就是说我的迷宫 不是那种规范的 理性徒子里面的迷宫 完全是从这家屋子 到那家屋子 不断地指向 走出这个房子 嗯 内心的困境 困境啊 只是一个念头 嗯 坚持 我要看 我要看到天液 我要看到天空 我要看到亮光 我要出去 我不要在房子里 嗯 但是永远不断的房子 嗯 我觉得当有一种 受困感的时候 就我们做 包括做6G的系列 会受困感 可能在一个 岔路头 包括你意识到 你的感受力 开始迟钝 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一个 突然某种 新的未知的维度的出现 可能我是个 这么注重观念的人 突然生活的细节 生活的细节和经验 第一次感觉到 判断树是 原来被 曾经被 被砍倒过 它可以继续这么生长出来 就观察了 这个一棵树的成长 然后观察 这个浇多水 才可以足够 然后就去 去这个 挥下锄头 怎么不伤害那根茎 同时把那个挖出来 今天其实我 画画我挺意外的 就让我画几笔 我不会画画 哎呦 从来不画画 但是我画完那几笔之后 我就很想继续画一画 就像那个词语引发词语 感受激发感受 行为激发行为 但是我 我再怎么传达 我也不会成为好的锄头手 我也不会成为好的画家 但它会激发 你原来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使我们 从对眼前那种困顿 或者迷惑之中 摆脱出来 而且它们变得很具体 因为一笔画下就是很具体的 一个锄头下就很具体的 越具体的事物 越可能帮助你 这是我最近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觉 先去打开 把鱼或木档 加益是在家里 加益是个男孩子 但是她不是唯一的小孩子 她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妹妹 加益的爸爸在这里 他们在劳作 我呢就画劳作 哇真好 这又是加益讲的故事了 他送给我的书 为了跟他对话 我把他的这本书细细地看 然后做笔记 再跟他去谈话去 他谈话的时候 要他爸爸慢慢展开 不要空出空间来 他只跟我对话 那个时候 真有意思 为什么飞行能力差的乌鸦会思考 对 这些乌鸦我特别喜欢看 这个故事让我感动 一个哲学家和一个人 另外一个乌鸦 换互换身份 结果大家发现 当对方真不好 真难 真难 最后他们孩子找乌婆 孩子回来 孩子找自我 孩子辨自我 我觉得多好的故事 跟 读了这个故事 才可以 跟你加一对话 你说 好厉害小朋友 不要反同 不要跟孩子 要坐在地上 这还不容易 这么回事 小刘你看到这话 什么感觉啊 当时 没给他看看 我们的谈话那人 他把爸爸妈妈 信出去了 但是呢 现在不要保密了 我估计不要保密 这种小孩子 不只加一一个人 嗯 你得给我留一点 搞个什么 纪念品吧 啊纪念品 哈哈 你画我 这不反对了 画我夏天干活 不是我画的 嗯 我画 我不会画 你就像加一那么画 你随便选一课 你随便画 我完全不会画 你完全不会画就好 就不要会画 我都不会不会弄 这话呢 这书太难看了 哈哈哈哈 来你给我解 看看 对 我来是上个美术课 您说吧 好好好 我就看你 什么风格 什么特点 您说说过看 好 我私自说啊 我瞧一瞧 我很自卑的 那次老师 我一个是对音乐 一个对美术 特别自卑 我唱歌走调 然后这个画画很长 你不解释 你不解释 不解释 你说吧 我说你挺好 啊 人直爽 是吗 痛快 你很有大局 我膨胀了 我膨胀 我把绣子撸起来一点 你说吧 你的搂 你的搂 你搂得动 你你你 你得有这种力气 刚去学校当老师 什么感觉 干净鞋 叫大老师 山区了 是吧 山区是吧 对对对 这教什么当时区老师 我是教四年级的语文 生语文 教语文 孩子你对我最好 怎么着好法 那么淘气的狼孩 都给你戴红薯 一落一落的 很漂亮 就放在你的门口 画在你的门口 好温柔的 你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那一圈 你还去给我 折那个乌炮 还有三圣 你对这种孩子 你不认不好 后来画桃花园的时候 会 我就会想起 他那么慈悲 送这么多礼物 给我 小花园的人 种子都送出去 我是经意 都是换我相想 后来 79年 有个孩子 当时最调皮 最捣蛋 最引巴的 那个孩子来看我 他感动 就讲我去他家 家房 知道他家的情况 他说我现在去当兵了 财老师我不知道 我回不回得来 我不知道 财老师 我这是来看你 你小时候为我操的有心 你小时候 我最操心的 以后我希望他能回来 一直没有来了 嗯 说不定真的是牺牲了 没有人 他要不他会回来看我的 嗯 可惜我这个人 没去看那时候学校 就是不回头 是不是也有很多 不愉快的记忆呢 我进去的第一次就错了 学校有个老师 是个英文老师 英语老师 他怀孕 已经快生孩子了 他饿 晚上加餐怎么办 没菜 就到菜地里去 拔两根葱 嗯 拿个把小白菜 什么回家去 煮煮面条 嗯 这个事 那我出来 找到我 我不会那么复杂 嗯 我就识论识 我不看人的 嗯 我说 一个程老师 这么大年 这个 这个 怀孩子啊 嗯 就是他不说去拔葱 拔两根葱 拔点菜算什么 我们送的要送给他 嗯 为什么不能吃 嗯 这我想的太简单了 嗯 那里面的故事很多 嗯 但是我都把它变成 都过滤掉了 好东西留下来了 坏的 只是好像我画画一样 那就是一款对比的颜色 嗯 在画家的眼里没有脏颜色 没有这种颜色 它没有桃花那么明亮 嗯 我没有桃花源 我桃花源是逼出来的桃花源 我这个人天生不喜欢太持久的对立起叫力 也许那肯过瘾 这种刀光剑影之下的那种 升华生命的精神 就为了一个好死 血色美 我受不了 这因为您成长过程中其实有太多真的血色了 我怕血 我不可能上战场 我打不了那一枪 嗯 面对一个仇敌 我觉得他也是农民 他也是人家的儿子 我这一枪打过去 那我 我腿花软 我审美 救了我的 嗯 我看到绿颜色 我一天就舒服了 嗯 我看到太阳出身 看到朝霞 我就好了 我看到农民他们他们朴素到头 比方说 讲认识的时候 什么亲什么亲啊 他说什么亲我都不如我婆婆亲 我老婆我老婆子就是跟我热我的脚 捂着我的脚 睡觉 嗯 他说有这个亲吗 嗯 嗯 他说你 所有的老子 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 这个老头已经八十多岁了 嗯 花白的头 头发的血 血白的 一个老爷子 很实强 他就说谁都不怪他 你公司社员啊 队长啊 什么都不怪他 嗯 没事 嗯 他就讲了事实话 其实老人又回到小孩子了 他回到小孩子 他百 百无忌 他百无禁忌 嗯 我说民间的 他就是这种可爱 嗯 桃花园 他也是这样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 桃花园嘛 里面 可以说的事情 蛮多 嗯 我都喜欢这种木 嗯 一直到现在 我还慌 你木头久了都冷灰 嗯 各种各样的灰 漂亮极了 我就 他有 有岁月的感觉 您看您多矛盾 不喜欢回忆过去 但是要有充满岁月的感觉 嗯 不要去 去修补 嗯 可以 回忆 嗯 有一次我下课劳动的时候 死牛 那个牛芒厉害 牛芒 虽然看牛芒这么疏 我很爽 嗯 牛芒咬得可不爽 所以文学和现实 还是很大区别 很大区别 咬到我什么地方 咬到我鼻梁 哦 难受 咬到我眼睛这个地方 第二天 这个眼睛肿平啊 嗯 这个眼睛成了头子 那我还得上课啊 就站在讲台上 我学生看到我的样子 全都笑 哇 哇